农历新年将至,公众下周二且可预约兑换农历新年新钞 但金融管理局鼓励公众使用旧钞或是如新钞包红包 或是用电子红包 因为每年农历新年后会有过多的新钞被销毁 既浪费又不环保 为免出现人龙,当局也建议公众先通过网上预约 来看记者图建墙的报道 金管局指出为满足加节需求 每年会发放约一亿张的新钞 但是大多数的新钞在农历新年后 会被公众存回银行 当中大多为二元的新钞 超出正常流通量需求的新钞将被销毁 很多客户肯定会拒绝 他们不愿意收这个钞票 那我们每年就是他们就要把它消灭掉 然后在明年再印多一批新的钞票 环保的这个方面来看肯定是不理想 受访者认为冠病疫情下安全管制措施多 或许会促使更多人选择电子红包 那我们近几年也开始使用了很多新的科技 像是Payla、PayNow 对那个扫二维码已经不陌生了 对吗 所以这些技术能推广 推广我们这个采取电子 电子红包的心态 想换新钞的公众下周二且可上网预约到银行换新钞的时段 也可从1月11号且到指定的新展和大华银行的提款机 提取新钞和入新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